10月23日上午 最美奋斗者 全国模范教师 感动中国2016年度 十大人物之一的 知悦英老师来到我校 为500多名师生 进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宣讲 大家都知道 蓝天是北雨的坚守 大海是北川的坚守 春天是小草的坚守 那什么是我的坚守呢 其实我原本 有很多次下山的机会 太多的人问过我 为什么 在座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没去过 这里确实交通不便 生活很辛苦 你们知道吗 可能你需要老师啊 如果人能读向老山 大山里的孩子 谁来教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知悦英老师向大家讲述了 他39年来坚守大山 教书育人的故事 他告诉大家 自己的坚守 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不是因为有希望 才选择坚守 而是只有坚守 才能给山村孩子们 带来希望 因为我知道 山里的孩子 只有读书 还能改变命运 所以我没你看到 山里的孩子 一茬茬的 走出了大山 在各行各业 发光发热 我校师生 被知悦英老师的 奉献精神 所深深感染 全场多次 响起热烈的掌声 校党委委员 宣传部部长杨健 在主持时表示 知老师的先进世纪 是一堂生动的 专题党课 结合当前 学校正在开展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我们要积极向他学习 争作新时代 四友好教师 五友好学生 宣讲结束后 知悦英老师 还来到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 与部分教师 和师范专业学生 进行了座谈 大家在畅谈 自己的心得与感悟时 也纷纷表达了 对他的敬仰之情 知老师勉励大家 要做一名好老师 在坚守教育的过程中 渐行初心